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汗行贿者李应外合恶性重大 依照贪污罪起诉求刑12年 而检方的起诉书啊 他也直接很明白的指出呢 在他主卧找到一个暗柜 这暗柜里面呢就搜出了两个保冷袋 而保冷袋里面竟然藏了现金678万元 郑文燦没有办法清楚交代 这些现金到底是来源从何而来 好我们来看到过去呢 监察院的廉政专刊很非常清楚的 记录了从政以来 郑文燦他的财产变化呀 2014年郑文燦当选桃园市长的时候呢 他的存款是844万 有5.7万的股票 还有两笔2600多万的房贷 到了2018年连任市长的时候呢 存款已经变成有2200多万 而这个时候房贷已经不见了 到了2023年他升任副格魁的时候呢 存款又增加变成了3000多万 而这时候呢 保险出现了有1000多万的保险在身啊 好了检方就说呢 他们接获检举说呢 郑文燦呢 疑似是以人头来购置了桃园两处的豪宅 而且有上亿的政治现金 将会去对比他历年的财产申报变化 追查是否涉嫌财产来源不明罪 或者是是不是有其他还没有申报的政治现金呢 好了不过讲到这个焦宝啊 再一次郑文燦让大家没有失望啊 真的是筹钱亡吗 一个小时之内火速凑齐的保释金 这保释金可是2800万啊 银行没开门到底哪里筹来的 是不是真的是正百亿呢 好了这个邮署会就说呢 这个桃园法官应该要说明 为什么十次不断驳回检方的搜索申请呢 检察官实在是受不了不断的拒绝啊 这一次是直接跳过了法院来动用了进行搜索权 结果呢果然一次收出了678万的现金 那这段期间包括了这些现金啦 犯罪证据早就不知道已经被淹灭有多少了呢 赵刚也说桃园跟这个郑文燦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一直让他可以交保 那么检察官现在呢是动用了紧急搜索才找到了这600多万的现金 虽然现在在办案 但是呢赵友康说他也感觉好像是桌小放大嘛 而曾惠文则表示啊桃检的记者会为什么不开放记者提问呢 为什么怕记者问呢为什么不给提问不能提问呢 2024年去搜索2017年的案子这可是七年前的案子啊 所以你们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呢 好了所以现在看到了过去不断的驳回检方搜索票的法官 现在是不是应该告诉大家为什么坚决反对让检调搜索郑文燦呢 而大家也不免会质疑在法官的掩护之下 那郑文燦到底有多少的犯罪可能的证据不法的所得 早就已经趁着这段时间已经被淹灭了吗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第一个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桃园的法院真的非常的维护郑文燦 第二呢这个检察官呢弃而不舍 在法官呢都不给他搜索权的情况底下 居然跳过了法官禁制搜索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 然后这个时候检调有这么百分百的信心 认为他这个时候如果去搜郑文燦的住处 就一定可以搜出东西来 我说实在的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 很微妙很奥妙的东西 那因为郑文燦你今天这个事迹已经败露了 照理讲一定会清干净嘛 对不对如果有什么任何可疑的东西 他一定会处理啊 所以检察系统是怎么样的一个自信说 今天法院无论如何不让他搜 他无论如何要去搜 然后他还真的搜到了六百多万 这是第一个很妙的 第二个呢这个六百多万呢藏在这个案柜里头 我再次很忍不住要讲一个笑话 当年国民党从仁爱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 搬到现在的这个巴德路大楼 这个巴德路的大楼以前是谁的办公室 就是号称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的办公室 所以呢党内当时的当主席还是连战嘛 还是连战喔 就是说还是李登辉才刚刚离开国民党没多久嘛 然后党内的这个最高层们就 就在自己在那边开玩笑说 哎呀这以前是刘泰英的办公室 里面第一个有奇门遁甲 因为刘泰英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装潢格局非常奇怪 第二个所以大家都在传说 哇大掌柜里面这里面是不是有夹层啊 是不是有暗柜啊 里面说不定又藏了多少的黄金现金啊 我觉得好好笑 国民党真是穷疯了 收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收出来 然后我就问啊说 那你们要查赶快去把暗柜跟夹层翻也要翻出来 国民党都没有钱了 然后他们就说怎么会没有翻呢 饭箱倒柜都翻啊 通通都被搬空了 什么都没有剩啊 虽然是一个笑话 这也是一个事实啊 刘泰英跟李登辉真的把国民党通通掏空了 什么也没留下来 所以回过来这个案子 我就觉得很好笑 案柜里面藏了六百多万 你不觉得这个情节非常的刚刚好吗 好 但问题来了 你藏到六百多万又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未来郑文燦不管这六百多万是什么样子的供词 天底下都不会有人相信 除非他承认说这六百多万就是我什么什么什么 案从谁谁谁那里拿到的账款 你认为他有可能承认吗 那我是不知道 检调还有没有其他的讯息 其他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六百多万是有问题的 他也不会是现金嘛 以前苏贞昌家里也摆了很多现金还被偷啦 对不对 不敢报警 也找不到啦 陈明文在高铁上也掉了三百万啊 对不对 有报警没报警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大家作为吃瓜群众 第三个有趣的就是 哇 两千八百万 我昨天 昨天吗 对 昨天我就一直在问 白天我就一直在问 交饱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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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燦出来了没 出来了没 为的是什么 就好奇啊 结果没有想到 他在银行关门了以后 居然在短短的一点时间里头 就真的搬了两千八百万的现金 我有 也不瞒各位 我有认识 那谁我们就不用讲了 我也有认识人 被关进去之后 被押进去之后 为了找这个交保金啊 去筹钱 我有认识朋友 帮忙筹钱 被押进去的可是大财团啊 压保这个也没有 这个交保金也没那么高啊 我告诉你 两千八百万的现金 就叫找郭台铭都拿不出来 我告诉你 找郭台铭都拿不出来 所以郑文燦有备而来 当然他压在里面 他也知道两个月到期之前 只要检方正式起诉 他必定要经过这一关 所以我想他一定是 这一段时间已经开始 有交代 有人也好 家人也好 帮他准备这交保金 但是你不得不 再一次的证实 郑文燦长袖善武 八面玲珑 人面 财面真的非常的广 可以马上调集 这不一定是他从自己 口袋里面搬出来的 因为我告诉你 现在有洗钱防治办法 所以你要随便的调动现金 其实不是这么的容易的 所以两千八百万 又是一个郑文燦 创下了政治人物 在这方面的卓越的能力 我只能这样子讲 那好啦 那现在郑文燦也被放出来了嘛 检察官也正式的起诉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就是各比神通 这些检察官求处重刑 检察官超到六百多万 都不代表真的最后 就能定郑文燦的罪 所以各位看官好戏连连 继续看下去吧 好 虽然这一次郑文燦 被依照贪污罪起诉 但是司法侦办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不少环节是被质疑的 背后到底是不是还有人 在替郑文燦护航吗 比方说像是昨天晚上的 桃园地院召开的积压亭 不只变成了秘密亭 而且媒体不能旁听 那么昨天陶检的起诉记者会呢 明明检方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 对外来交代案情 重振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结果呢 竟然呢 在这个记者会之前呢 陶检就定掉了 我们这场记者会 完全不开放提问呢 好 虽然说郑文燦在家里放了 超过六百万的不明财产 问题是在家里面放钱 其实没犯法嘛 那这六百七十八万到底是什么呢 是赃款吗 是洗钱吗 还是是不法所得呢 检方为什么不说 到底是为什么怕人家问吗 那么难道现在郑文燦在法院 在检调当中 还是有自己人 有人想要护航郑文燦吗 孟凯怎么看 在家里有放钱 当然不犯法 但重点是你是政治人物 而过去不管是我们每年 监察院的财产申报里面 你都要清楚明白交代 你有多少的股票 多少的证券 多少的不动产 以及多少的现金 那过去有没有交代 没有交代嘛 所以今天突然间看到 这六百多万的话 你很难去自圆其说 你很难去解释 说明是说到底这六百多万 怎么来的 也大家就会想是说 那到底这个现金凭空 怎么变出来 这个一定要说明清楚 那这很遗憾的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直强调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是不是遇到司法 台湾司法遇到民进党的高官 就会转弯呢 现在是民进党的大阿哥 所以说一样的标准 过去人家会有相关的记者会 可以来询问 或者说有相关的积压题 来做一个这个媒体的一个旁定 但是遇到了民进党大阿哥 就会转弯 就完全变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如果说连院方连检方 对到了民进党的高官 都有这样差别待遇的话 那我们怎么有办法相信说 到时候司法还是持续公正 当然我们先不要先入为主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 过去别人怎么做 你也应该要怎么做 这才符合我们的标准 再来不能提问 这是不是就有差别待遇 是差别待遇 那为什么不能提问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 我们应该是要反面来思考 如果提问了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今天提问了 第一 所有的案情大家会想要了解 你就不会说像现在一样 大家只focus 只锁定在说2800万的一个交保金 而是你可能可以更厘清 理解说过去的这些案件 甚至有谁可能介入 或者是说检方必须要来做一个回答 那检方难道不知道吗 如果说以现在都让他交保了 代表检方已经掌握了 大部分的一个 已经掌握了这些案件 而且认为是说他没有串供 或是没有逃亡之余 所以说才让他先交保 那如果说检方都知道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会不会问下去之后 反而让这个媒体能够大作 让媒体可以报道 让这件事情越烧越旺 伤害的是谁 就是现在执政党 因为他就是民进党的高官 不是吗 也因此是不是 现在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势力 可能不只是郑文燦 而是背后有更大的势力 就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 被媒体那么大幅的报道 我就希望他能够 反正郑文燦现在 他就是一个停损点 他就是该怎么样做 郑文燦自己去负责 但是不要再让这把火烧到 尤其是不要影响到 现在民进党其他的人士 或者说其他派系甚至民进党的整个形象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提问 最后我们必须要再说 2800万的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讲说交保金 晚上都已经银行下班了 任何人真的你要领钱 你不可能说家里有那么多现金 所以很大一个可能性就是 是不是之前他已经知道了 你就是要用那么高额的一个交保金 所以你就先准备现金 如果说都有可能有人合理怀疑 是通风报信先让他知道 是说你要有高额的这个交保金 来去做交保的话 那我们真的很不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相信 接下来之后 当地方法院来说开庭审理的时候 能不能够坚持 即便是昨天检方以很高的这个刑责 12年的有期徒刑来求刑 但是最终还是要经过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来做三审定验 你才能够正式的确认这样的一个罪名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奉劝司法 如果说要让国人能够相信 司法如果真的还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真的还是皇后的争吵的话 真的所有的案情都应该要一视同仁 不能有差别对待 而高官因为自己的权势 因为自己的职权掌握了这个权力 到最后居然是利用这个职权来收费的话 这样的人真的是最佳一等 我们希望司法给我们国人 一个清楚明白的公道 所以大家都有提到 因为今天这个凌晨的时候 桃园地院可是裁定正文 2800万交保哦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一个小时 可以凑齐这样的一个交保金 过去正文灿就有所谓的正百亿的称号 大家都说这可能是一种夸大的江湖传闻吧 但是检方就指出就有人检举了 说这个正文灿其实是以人头的方式 在桃园的义文特区还买了两个豪宅 作用上亿的政治现金 我们探开这个监察院的财产申报资料 就可以看到 他刚刚当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夫妻两存款才800多万 很正常 可是他当了四年的市长 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 不但存款就已经变成了2200多万 而且房贷没了 等到他高升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呢 这存款已经暴增到了3000多万 六都市长的薪水 其实也不过是25万左右啊 所以呢正文灿呢 他光是房间搜出来的678万 其实叫做是一个桃园市长 三年的年薪 怎么都放在暗柜里面了呢 所以我们就想问了 这个正文灿他到底是靠什么 可以让身家这样子不断的连番暴涨呢 乔欣怎么看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检方非得去搜索他们家 其实他是因为 正文灿一直公称说 对方拿钱来 是装在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 放在他的桌下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呢 然后又把那东西拿去还给人家了 可是呢 检方就发现一件事情是 他送黑色袋子来 可是他还给对方的时候是木箱子 而且还在电话里面讲说 你爸嘴巴很大 好像我们已经被监听了 已经有这样子的对话之后 他才把这个500万元返还给对方 那我们现在的法律里面 收贿他是有处罚未遂犯的 所以不管你今天 是不是把钱还给对方了 那你呢 其实都是属于犯罪的一种 那为什么要去搜他们家呢 其实就是 第一个看有没有案外案 第二个看 看这一次他所收所到的 这个 是一捆一捆的 那检察官有特别强调 因为他一捆一捆上面是有银行的这个封条的 那一捆呢 就是10万 然后呢 他上面捆的这个银行 其实实际上 郑文昌根本没有在这些银行里面开户 所以请问那个钱是哪里来的 再来呢 通常我们这一捆一捆 从银行拿出来的钱里面 上面会有负责人的张 以及他领出来的日期 那如果是在6个月内的话 那检方马上会去调监视器 看到底这个钱是由谁领出来的 上面都有负责人的名字 跟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时间点 就算是超过半年 没有监视器 他还是可以找到这个银行行员去询问 当时这笔钱 你有没有印象 是谁来跟你领的 是不是郑文昌本人来领的钱 如果不是的话 那为什么这笔钱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他家 再来我还要讲一个 他每一笔钱都是10万10万捆好的 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会是678万5千 他应该要最少 最起码要凑整数是700万 代表他已经把这一堆钱里面的一部分拿来花用了 他不只是知道这件事情 不只是藏了这个钱 他还拿来使用了 不知道使用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就变成是说郑文昌 他目前在检方这边 他所询问的很多都是谎言 而且我们还要回想到 他当初被积压 觐见最后的理由 因为检方抗告很多次 桃园地医院都说 虽然他犯行重大 我们也已经掌握相关证据了 可是不用积压他没有关系 最后一次 检方使出杀手箭 他被积压的理由是什么 串供 他在下飞机的时候就知道他要被约谈了 为什么呢 再来我今天跟一个大使刚好在聊天 他就谈到说郑文昌的亲信 他的幕僚 本来呢 9月 我们现在8月底嘛 不是有很多民主党的这个大会 然后共和党的大会吗 他身边本来有一些幕僚 有一个幕僚 也要参加的 可就在一个月前 突然告诉他说他不能去了 所以他们也很怀疑说 是不是已经先听到风声说 郑文昌可能在风口浪尖上 就先不去了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件事情 一个晚上凑到2800万 这个对一个就算是富豪来说 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那是现金 那呢 他们是 我觉得郑文昌这一个整个 他旁边的这些亲信是 已经不把国法当法了 在门口陪同的人是谁 是打炸办公室的主任 行政院打炸办公室的主任 李宪明 郑文昌以前 桃园市长的时候的人 就坐在门口等 我就问啊 一个大半夜的晚上 我们都说银行要跑三点半嘛 什么意思 三点半以后要收摊了 也不让你进来领钱了 结果他晚上凌晨 弄出了2800万 你行政院打炸办公室的主任 竟然坐在桃园地院 地院的门口 等着郑文昌出来 在那里迎接他 要带他去吃猪脚面线 你为什么不先问那2800万 哪里来的 你也不关心那678万 有没有问题 你就是等着你的郑文昌 然后把他当成太上皇 一样接他出来 那请问我们台湾的行政院 有这种打炸办公室的主任 是可以抓到什么诈骗 这很明显的 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嘛 很明显那2800万的来源 你是不是你也应该要过问一下 没有 就等着带他去吃猪脚面线 所以我觉得郑文昌 他这整个就是 比较深入到 包含是行政院的系统里面 包含是桃园的系统里面 他的触角之声 让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 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好啦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从7月11号 郑文昌就已经被裁定 积压起算了 检察官等于是只花了47天 竟然能够汇整出 整个这个收贿案案情的全貌 洋洋洒洒写了10万个字起诉书 揭露了郑文昌的贪腐犯行 甚至是还起诉了一个 律师卸密案 好啦 先不说郑文昌呢 他被绿营自家人称为胖粥鱼 收贿的手法呢 绝对不会让检方是一目了然 马上一看就可以清清楚楚的 可是检察官既然只需要47天 把整个案情厘清的清清楚楚 而且还可以写出这么多字的起诉书 这恐怕代表了这个案件 其实就是7年前 检方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吗 那郑文昌案呢 其实是赖政府上台之后 所谓为了速摊要大开绿灯的 第一起案件 虽然说司法现在是热炒旧案 固然值得加许了 可是呢那你同时是不是也应该问清楚 过去到底是谁在包庇 包庇犯罪者的人 难道不应该更被揪出来 就责吗 董哥怎么看 因为这个案子 他非常清楚 桃园地方法院有非常多郑文昌的人 桃园地检署有更多郑文昌的人 根本案子很难办 那你讲说7年前 7年前是蔡英文在当总统 你知道郑文昌是2014年当选 第一次当选桃园市长 12月25号就职 跟他同时就职副市长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就泰山 邱泰山 邱泰山是桃园市郑文昌的副市长 那他当到什么时候 2014年当到2016年520 因为蔡英文当总统 邱泰山去当法务部长 那邱泰山当法务部长 又当了两年多 那你讲了7年前 法务部长就是邱泰山 大家把这个 当然我不是说邱泰山一定有施压或怎么样 我只是讲说 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 郑文昌一定认识很多司法界的人 不管是法官跟检察官 所以他老神在在 老神在在在什么地步可以看到 送他钱这几个人已经被收压禁建了 郑文昌还在干海基会董事长 还去日本去哪里 然后他回来7月4号 你刚刚提到7月11号他被收压 这7月4号回来 然后第二天检察官就找他 找他他心里有数了 他讲说总算来 那他有没有部署 当然有部署 因为送我钱人都被收压禁建了 我当然知道怎么一回事 可是我认为 建方跟检方都有我的人 我不怕 所以他就就去了 去了以后 当然他的三个律师都很厉害 一个是游启进律师 一个是邓逸宏律师 一个是陈永来律师 陈永来是法官转任 那其他两个律师 一个是过去邱泰山的律师 邱泰山曾经找他去告名嘴告赢 那名嘴赔他很多钱 另外一个是段宜康的律师 所以这就是新潮流的人 简单讲就这样 你刚刚讲 7月11把他收压 没有那么顺利 7月5号约谈他 7月6号 结果说你罪行重大 给他交保500万 大家忘了 所以郑文赛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检察官压力很大 马上提起上诉 上诉又开始 高等法院就发回更审 更审以后 就说要求你桃园地方法院 再重新重裁 结果8号 二度交保 记不记得1200万 这段构成虽然很 我现在讲出来可能大家讲说 对有这件事情 其实才两个月前 大家马上就忘光了 台湾的新闻太多 太复杂 所以1200万交保 检察官还是很气 怎么可以这样 好那所以 第三次就出示 他们手中的秘密证物 就你还通知你的助理 怎么去 怎么去篡证 有篡证知识 所以11号他才被缩押 各位那一天是7月11号 歇文一勒文 就很好记 但是你看这个过程 其实郑文燦 很多事情他都讲好 为什么昨天检察官 下午开记者会 不让记者问 因为有非常多的记者 有多数的记者 会去探寻检察官 你手上还有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包括这2800万 都已经讲好了 郑文燦早就准备好了 郑文燦 7月11号被缩押 那时候检察官 在他押的期间 还去他家搜索 没有搜索到 好没有搜索到 那时候他家是在那个习州街 就是台大法商协员那里 历文最熟就是那里 市长官底 其实郑文燦住在那里 后来检方最后密报说 他在台北其实也很少住那里 他都住他老张人 在大安区有个豪宅 给他跟他太太住 值8000万 所以检方又查到了记者 又去查 就查到了 大家讲 6780 678万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查出来 而且是在 是在那个暗藏的柜子里面 这个过程 其实因为他太太在旁边 前人被录影 所以他还没话讲 那各位想想看 郑文燦 家里有这么多钱 很奇怪吗 不奇怪 还有地方还没有被搜出来 我跟你讲 一定是这样嘛 那他现在可以马上拿出 2,800万 是因为他早就知道 有这个价码 我需要 我放在别的地方 在我哥哥那边 准备随时拿出来 早就讲好了 那检察官说 我们 我们47天把你移送 你怎么会知道 当然检方有人去讲啊 你觉得说 怎么他会知道那天要 因为他把他申请 羁押是两个月 应该是60天 一般检察官是 两个月才会把你起诉 把资料跟人交给地方法院 然后地方法院的法官才 裁定说我要不要继续押嘛 整个过程是这样 可是他怎么在47天就把那个 因为 因为我在这边 很多东西已经包不住了 这个地检署有很多我的 我的对手在帮他探寻消息 那我开记者会 很多记者也会帮郑文燦 探寻我手上还有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绝对是这样 所以检察官现在就 反正我现在案子送出去了 我其实手上有一些东西 我没拿出来 然后我还继续在搜索某些东西 来补强我的证据 我们办司法其实是这样办 这个检察官算很高明啦 但是他已经受到非常多的挫折 那现在你就要看了 譬如讲 郑文燦收到 那个人带五百万去他家 检察官在搜证是前程录影进去的 那你今天要抓郑文燦 最好抓的是怎么样 等你那个人空手出来 我证实你东西 你钱已经给他了 我应该马上申请搜索票进去 搜索 钱还在你家跑不掉嘛 要不然第二天一早 郑文燦搞不好把钱就转移了 对不对 可是检察官受到阻拦 法官不准 我都拍到你怎么还不准 这个就是米嘎嘎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包庇他 这个是最容易抓到的 抓不到 所以检察官最后只好用 先把你当证人来 当场变为被告 当场要求收押 用这一招 显招啊 那可以看到了 他前面在地点署 地点署很多长官挡他 甚至调查员办了 有两个拟检 也都要求不要办 就把他增结 所以在桃园地点署里面 有多少郑文燦的人马 想想非常恐怖 然后他的地方法院 有更多郑文燦的人马 你只要要搜索要干嘛 我法官通路拒绝 这法官不是只有一个人 因为我每次送上帝 轮值法官都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你知道 他的司法的这个水很深 深到不可测 郑文燦才老神栽栽 认为我没有什么问题 他才敢在四处啪啪照 他只是没有想到 碰到这个陈嘉义法官 又跟他是死对头嘛 这个人就是过去捡棘邱泰山 邱泰山你在桃园 你关收检察长是你同学 为了一个大医院老板逃税 你竟然来了 后来邱泰山只好下台 那个检察长也被换了 那个过程 那今天他刚好碰到这个案子 在陈嘉义 这个检察官手上 这个死对头 刚好碰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 能够办到 把它办成今天的样子 是很意外 而且让郑文燦 自己都料想不到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庶民大投家 今年民进党政府 恢复了一年期的义务 因此最快到了九月份的时候 就会有义男必须要下基地 来接受训练了 但现在却爆出竟然有义务 义男的领导干部 他们是越籍联名 找立法院来陈勤 为什么呢 这个军官就说 其实我们的部队 是普遍的缺乏通信机 兵员机动的中型战术轮车 连防灾用的消防车也缺 然后步兵的枪弹 防毒面具等等装备 通通都没有 那请问一下 缺这些装备该怎么办呢 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基地的装备检查 达不到禁训基地的条件 连禁基地的条件都没有 那缺装备的话 不能够禁基地 那讲白了就是 根本都没有办法接受训练 所以向军团反应 没有办法及时解决 不得已才被迫 寻求制度外的管道来协调 不到立法院去陈勤 就已经没有装备 这是不是太离谱了呢 好啦 那么陆军司令部的回应是说 新训旅目前确实是 人员跟装备不满边 已经主动的来调拨装备 希望能够满足部队的需求了 哇 所以啦 民党执政之下 不只说要这个特别预算 来提升战力 你看我们这一次的国防预算 也编了创新高 是6470亿元 问题是根本连装备 这个连训练的装备都缺 那买这么多军火来有用吗 然后呢 有钱不拿来买装备 竟然拿去补助了 1.13亿元去拍洗脑战争片 临日攻击还是一个想象当中的战争 结果有钱拍片 没有钱给官兵们来填装备 不是很离谱吗 所以就网友挖出了以前的这个军教片 叫做号角响起里面的经典片段 你看不给装备 需要大家什么都会 都要能够上战场 难道真的是 把人的孩子死不了吗 小新怎么看 国防预算创新高 6470亿 很多人质疑说 那到底你买这么多武器 谁要来用 不用担心 因为它也不会马上来 我们延迟交货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他们整个在供应链上面 不管像现在以色列的问题 或者说乌克兰的问题 台湾老早就排到很后面了 所以我们只是出钱跟花钱而已 武器要什么时候来 还尚未可知 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说 那军中里面的一些通信机啊 或是一些基本的设备 也不用担心 一定都会有一两套 那怎么样呢 大家轮流用 来高装检的时候 全部都全套都有 但平常时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一直主张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先 把军官的这个权益顾好 先前有一次呢 因为一个意外的事件 有人被炸伤手了 那个止血绷带 竟然是这个军官他自己买的 好那我就觉得 非常的夸张嘛 你这些能够帮助到 这些军官的基本配备 竟然要由我们的军官自己来买 而且呢 有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 好比方说 这个跟军人没关系 跟警察有关系 我讲一个 警察的这个枪套 大多数的远警都是自己购置的 因为呢发放的不好 而且呢他们没有给左撇子的枪套 好所以如果你是习惯用 惯用手势左手的话 那不好意思你只能自己去购买 好所以你看远警都这样了 那军人更多 那再讲到我们军人来说的话呢 边线比的不足 是一个国军不肯承认的事实 他们每次都告诉我们说 边线比有87% 那是什么呢 那是大水库理论 就是说我把所有的文职人员 跟在前线的人员全部加起来之后 对他说很多啊你看 可是在前线的部队 比方说像现在来陈勤的这些人 或者是先前我质询过的211的宪兵营 这一些比较辛苦的部队人员 其实边线比非常的低 而且呢其实你单个单个单位 去问他边线比 国防部是不告诉你的 他只告诉你说全国总体来说是多少 那很多是做文书的啊 很多是做办公室的啊 很多是将军 他其实就是坐镇在后面的啊 那我们要问 在前线如果两岸开战的时候 真正会上战场的 那一些人的边线比是多少 我就举在这个 这个保护总统府的宪兵211营 我当时咨询的时候 就发现只有67%而已 是因为咨询了之后 他才说要把人从别的地方调过来 把他调到七八十 那我就问 你把人调过来之后 那那边的人不就变少了吗 那还不是一样 所以现在愿意当兵的人就是不够多 那我们的需求就变成是说 其实不管是少子化的问题 当兵的意愿的问题 两岸关系的问题 还有薪资结构的问题 军人有没有受到这个国家 跟社会重视的问题 全部都是 我觉得本质上都在这个地方 那当你连最基本的通信机 然后你的防毒面具 步兵的枪弹都没有能够提供给这些军人的时候 我就问大家 那谁还要从军啊 把自己置身在风险当中 我们军中的长官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没有给我们 只想着怎么样去买那些大型的装甲车武器 去跟其他的国家做军购 这样子的思维 怎么会有人愿意来当兵呢 所以我会希望说 政府国防预算要高 不是不可以 但你是不是要先照顾我们自己的国军 先守护我们国军的权益 然后才去思考要去跟其他国家买什么样的武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因为假账风暴 还有柯文哲拿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去买房子等等 都让民众党现在面临空前的危机 党内甚至也传出了逼宫的声浪 柯文哲说在星期四 他会开记者会一次说清楚 希望能够直写 不过检调调查发现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不时申报的部分 除了过去我们大家说有尼奥时乐三张 有916万的发票有问题之外 现在又爆出说呢 其实还有这个四笔的不明金流 高达1300万被转入了木可公司 更严重的恐怕是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的案件 柯市府呢因此被指控涉嫌图利 在今天金华城的负责人 沈庆金的办公室还有住所都遭到了检方的搜索 那么沈庆金本人也遭到了约谈 虽然这次还没有约谈柯市府的官员 可是对柯文哲来说恐怕是真正的司法风暴已经要开始了吗 董哥怎么看 柯文哲过去用很高的道德要求 说他自己都清廉都怎么样 他可以呛讲万安 所以你就不敢上午七点半开晨会 因为像我我是操守很好 暗示别人不好 这个跟操守有什么关系 那你可以看到柯文哲手脚不干净 由来已久了 只是过去台湾的司法是配合民进党 过去柯文哲跟民进党是很要好 他就利盈了一环嘛 那后来当然我们现在看在半了 这些早就该办了啦 金华城的案子 我们是前年选九合一选举就提出来了嘛 怎么现在才在办呢 对不对 那时候在选九合一选举 黄珊珊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台北市议员就提出一堆了 我们现在看到情况其实都很好笑 譬如讲柯文哲2014年第一次选台北市长 总干事是姚立平嘛 那时候人家质疑说你们这样财务会不会很乱 那不会 两个人出来开记者会 后面写什么 写政大光明 我们就干干净净 2018年姚立平去帮姚文志选举 姚立平公开指出啊 我当总干事的时候他来 柯文哲他们总部的来报仗给我一张 一张收记这么大张上面写五百万要我签字 请问2018年到现在有查吗 这个他这个讲法太容易查了 监察院只要下令 因为监察院的属下就是审计部嘛 把柯文哲他账拿出来看 没有那时候姚立平他太太还在当监委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柯文哲因为他过去都很多人在在帮他他就逃过了不管是司法或政治这一次比较逃不掉是怎样 因为他已经有些东西太匪夷所思了 他说他明天要开记者会 大家看今天下午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回文给他 说我们没有人要帮你查账 因为他希望会计师公会派人来查嘛 他说我们问了五个会计师没有人要 所以我们没办法 我们找不到人 你明天要开什么你自己开 意思就这样 我们也不背书 他原来最信任的端木正 端木正被他派去护邦金 护邦金下面的证件公司当读董 每个月十五万 每个月 然后他每个月钱要缴回 给他们民众党 以前不知道嘛 后来他去台大考寿司班 然后他讲说你当读董很有钱 那教授也等于就跟他开玩笑 他哪有我的钱都捐回去啊 他只能领车马会 每个月三万 其实读董钱还蛮多 每个月十八万 十五万要兼 那请问一下 我请问一下 要不要去查 查我们台湾民众党 怎么每个月端木正都可以回兼十五万 那台北市场可以 可以派多少互帮相关企业的读董 你知道吗 我印象中这十八个 十八个 这些人是不是通通要讲回去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显然端木正是缴回去 他决定说我是应该缴回去 或者他去之前就被要求缴回去 那这个跟高宏安的助理要缴回 那四百多块有何不同 一样嘛 各位我讲不要相信柯文哲的操守 他最不靠谱的就是操守 最不靠谱就是最喜欢去呛人家 我青年我怎么样 2014年他民进党的姚文哲退选 让他选时候 他马上打电话给柯建明 要柯建明帮他介绍 郭台铭 台湾首富 你就知道他都在乎有钱啊 所以我讲喔 我对于他这些钱的东西都不意外 因为一个人 你如果一直在强调你操守或怎么样 这种人就是最爱钱啊 那一个钱打二十四个捷 但是我觉得喔 这一次的金华 这个案子对他的伤害就会很大 因为你 这个太明显了嘛 金华两 这些人现在已经都要谈 包括开始还 有点替他隐瞒的 他的副市长 前两天台北市议会请他 讲完以后 他笑咪咪走出来 彭震生 如是重货那种感觉 真的他前面想说我我一直帮你那个 因为你有提拔我 我原来你把我找来当政务官的公务局长 后来又升我当副市长 你有提拔过我 我很难那个 那现在 现在第一次台北市议会 约刑他他拒绝 他我不去喔 后来检察官约刑了 他只好去啊 检察官约你 你不来就集体啊 检察官问完以后 台北市议会又继续约 请他来讲 他就愿意了 因为他讲的一定是跟检察官讲过了嘛 所以我心里的负担就没有了 那但是检察官还是对他限制出海出境 限制寄住三线 那我觉得说现在很多人都看清楚了 柯文哲都在讲漂亮的话 但他其实不是他讲的 那么了不起啦 真的就是 你今天看到了 全世界都在看 一个游戏啦 叫做黑神话悟空 现在新的游戏叫做白神话阿伯 就是柯文哲的一个游戏嘛 大家看了 是不是就这样的结果呢 是啊 那下来北市科还会怎么样 北市科那也是不可思议的去图立你的 你的竞选搭档 无心灵家族 那是很清楚的嘛 为什么他连投资计划数都不要 别人就要 为什么他比别人便宜那么多 这些他都很难去解释清楚 现在官员已经慢慢在被A谈 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心里很害怕 因为他过去很多人在保护他 司法或什么 他为所欲为 现在没有了 现在他自己必须要搞清楚 你的社会形象透明以后 谁都保护不了你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新清安的政策上路之后 房市过热也让银行寄出史上最严的现贷令 导致不少民众最近发现到说 我要去申请房贷怎么下不来呢 或者是要排队等拨款等等的状况 摆出惹来不少的民怨 那么今天呢 葛奎卓荣泰在内阁就任百日记者会上 就表示说没有 政府没有现贷令 央行会去找银行喝咖啡 而且也不会影响到贷款的民众 先前呢 柯文哲爆出拿了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 去买商办 被绿营群起围剿 那民众党的立委陈钊兹就反呛说 那以前民进党很多人也是这样子拿 这个选举补助款来用啊 尤其是陈水扁栽培的好几个政治人物 都拿走了他们的选举补助款 其实啊 选举补助款到底要怎么用法令 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 政治人物呢 拿这个议题来做政治的工房 与其如此还不如花点心思 如何让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子 让能够买房的民众 能够贷得到款 因为毕竟不是人人都像这些政治人物 有大把的现金 可以直接拿去买房子吧 那这个贷不到钱的问题 是不是反而应该让大家 花更多的心力来好好解决一下呢 孟凯怎么看 过去我在财政委员会 每一次去财政委员会 中央银行或者是金管会 财政部来的时候 一定会讨论一个议题 什么议题 就怎么样能够抑制我们国内的房价 让国人都能够想住房的 有房子可以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而且也是希望是说 人人有居住住 年轻人买一起房子 但是过去这几个月 因为这所谓的辛勤安 你让年轻人 有没有买到房子是一回事 可是你让整个房 台湾的房地产 房价逐步的上涨 真的已经变成是 大家全民都感受到的 而房价一向上涨之后 整个带动全面物价上涨 所以说我们就讲是说 到底政府他做一个政策 是在帮民众还是害民众 还是让哪些特定的人士 人都得到好处 我们先说 房价的飙升 是大家都已经有感受到的 我讲一个例子 这几天我们看到是说 有民众就跟我讲 他说什么 他就说之前两年前 他们做的预售屋 预售屋那时候买的房子 到现在快要交卧的时候 他的房价已经翻两番了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是说过去这些时间 那个房价逐步的高升 那再来补贴这个购屋 其实某程度上 你就是增加这个资源 去让这个整个房市活络 那是不是变相的 就是政府带头在做炒房了 而且政府带头炒房 你在这一个新清安的事件 我们又看到很多的这个乱象重生 包括什么乱象重生 包括有人就用人头户 用人头户来去做贷款 来去这个炒作房价 那也有这个租 原本的租屋族 买不起房子的 但是因为房价整个调涨之后 造成说租屋族的这个房租 也跟着调涨 所以反而这些租屋族 租屋族相对来说 都是最弱势的 这些最弱势的民众 反而他们要付出更大的一个费用 那我们现在要问到底央行的态度 金管会的态度跟财政部的态度 你们到底是想要炒房 还是抑制房价 还是想要让国人能够合理的买到房子 所以这才是回归到问题的根本 今天行政院院长 为什么会出来开记者会 是因为刚好是赖金德总统上任101天 520到现在101天 但我们回想起来 过去这101天 到底民进党政府做了什么事情 让国人觉得说有感的 我们真的服国立民的政策 除了这个新清安带动全面的房价提升以外 我们真的好像很想不到 有什么服国立民的政策 而国人最关心的几个点 包括两岸的问题 包括民生的问题 包括诈骗打炸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解决吗 我们就说春暖花开的两岸问题 到现在还是没有解 所以说饭店旅游住宿观光餐饮运输业者 现在暑假也过完了 我们为什么暑假过完了 我们只能讨论是说 墾丁的这个观光的一个市场 或说相关的国旅的观光市场 就是因为两岸在这个停滞 将至冷冻 这个停滞不前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来去做一个和缓的状况 民生的议题 现在看到房价逐步的高涨 而物价也全面的上涨 还有最重要诈骗的问题 最近诈骗的问题 大家会觉得是说 有诈骗有稍微的气焰降低吗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两个礼拜我办公室又接获到 有一个案件现在正式蠢蠢欲动 而且我觉得这才是国人 以及民进党政府应该重视的 什么 假车牌的问题 为什么 现在很多的假车牌 如果说你真的去搜寻 不管是社群媒体不管是TikTok等相关 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卖假车牌 而假车牌的重点是什么 假车牌的重点就是说 当你挂上那车牌之后 如果说他今天真的造势逃逸的话 你是抓不到那个车主的 而假车牌连带的连伸 就是所谓的这一些车手 或所谓这一些诈骗集团 或是所谓的这一些要诈骗的人 所以千亿把而动全身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说 民进党政府101篇里面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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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